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充分扮演好角色身份狗到最后 便能获得胜利 但是角色可不是那么好扮演的 当勤劳的铁匠突然不再打铁爱睡懒觉 嗜酒如命的酒楼老板突然变得滴酒不沾 贫困潦倒的乞丐不再乞讨选择躺平 这些行为在高手眼里都是致命的破绽 眼前这个不爱跑腿的店小二便是资深的玩家方艺 他此时已经开始算计起了小镇第一高手拢不头 因为店小二的身份赋予他一项特殊技能 视觉和听觉是正常人的两倍 而这两天他听到最多的消息便是领骨头的性情大变 并要求手下按插小镇的每一个可疑人物 方艺顿时微微一笑 在这个游戏里 首先暴露身份就等同于找死 时间来到傍晚 就在领骨头待着大队人马回家的路上 昆暗的巷子中匆匆闪过方艺的身影 顿时吸引了领骨头的注意 并吩咐手下围了上去 而躲在角落里的方艺却是露出了笑容 既然你在找可疑人物 我就给你送上门来 就在众人围住方艺后 方艺却是双手高举 口中更是高呼大哥饶命 然而就在众捕快一愣神的功夫 方艺却是趁机踩着杂物跳上房顶溜了 就在众捕快不明所以的目光中 领骨头却是大声笑起 赶紧回去集合大队 准备抓人 方艺听着远处传来的笑声不由生了个懒腰 明天好戏就要开始了 武力之第一的领骨头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栽在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电小二手上 原来这个虚拟的小镇混入了十名真实玩家 只要扮演好角色狗到最后便能获得胜利 但是身为资深玩家的方艺却选择主动出击 因为他已经打听到了领骨头的种种异常 显然也是玩家之一 于是他主动暴露在领骨头的视线中 并表现出匆忙逃窜的模样 领骨头更是直接使用了他的特殊技能 眨眼间便锁定了方艺的玩家身份 接着便马不停蹄带着手下直奔客栈 殊不知方艺早已和老板娘做了告别 偷偷溜走 此时领骨头又将目光锁定了方艺的住宅 却不知这一切都在方艺的掌握之中 方艺拿着匕首笑道 不好意思又要让你扑个空了 带众不快搜索了方艺的住宅 领骨头赫然发现衣物钱财都在 便一口断定他还会回来 于是便让众人悄悄潜伏起来 而自己却跑到了酒楼潇洒去了 带酒足饭饱后已到了深夜 领骨头正醉醺醺醺地走在巷子中 身后传来的动静默然引起了他的警觉 待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个羹夫就没太在意 待二人擦肩而过的瞬间 身为骨快的直觉立马让他灵光一闪 这个巷子哪里来的羹夫 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 方艺已经笑着拔出了手中的利刃 鼻手干脆利落地划过了领骨头的脖子 领骨头万分不甘地看了方艺最后一眼 缓缓倒在了地上 此时所有的玩家都被一条系统消息炸醒 东门最击杀了玩家神党杀神 拿下一血 就在众人震惊的同时 黑夜中正闪现着一道亮丽的身影 他是实力顶尖的女盗贼 更是有一项特殊技能 眨眼间便直接通过ID锁定了方艺的位置 顺着千里相传来的标记 飞快地扑向了方艺 方艺能否逃过此劫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但你永远不知道谁是猎人谁是猎物 颜值与实力爆表的女飞贼追杀身份普通的电小二 看似是手拿把掐 却不想最终阴沟里翻了船 不仅身子白点 第二天醒来更是气得砸了头盔 再一看账户余额都给清零了 这口气怎么能咽下 于是不惜耗费重金买了一张追踪卡 定要跟他死磕到底 就在刚刚实力爆表的女飞贼正一脸自信地 向着方艺的位置追踪而来 而方艺凭借过人的听力瞬间觉察出不对 这是在屋檐跳跃的声音 而且落脚点的方向正是自己的位置 时有八九十来者不善 下一秒 他吹内了手中的蜡烛 开始在小巷中来回穿梭了起来 然而屋檐上的声音却是如影随形 不管他跑到哪里 都会紧跟在他的身后 还不等他反应 只听空中传来几道嗖嗖声 方艺立马几个前滚翻 勘勘躲过飞来的鼻舌 而他此时也终于看清了来人的身影 只见女飞贼不紧不慢地从角落中走了出来 口中缓缓笑道 小哥哥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方艺只思考了一秒钟 武力直悬殊这么大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不断转身奋力跑了起来 女飞贼却是一脸坏笑 你又跑不过我 这是何苦呢 说着便不紧不慢地跟在方艺的身后 并且不断用暗器骚扰着方艺 宛如猫系老鼠 不多时方艺终于看到了守城的士兵 便立马冲进人群高呼起来 大人救命 有飞贼 看着被官兵团团围住的女飞贼 方艺的嘴角不由地扬起了得意的笑容 清本佳人 奈何做贼呢 然而下一秒 女飞贼竟直接一招就干翻了所有官兵 方艺的笑容立马变得惊恐 这你马还怎么玩 方艺顿时拼了老命继续往前跑去 但是身后的女飞贼却是离他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白天做不标记的地方 紧接着便一头扎进了草丛中 这个操作看得女飞贼顿时一惊 当他不明所以地扒开草丛却发现是一个狗洞 就在女飞贼在洞中苦苦挣扎的时候 方艺已经朝着千山寺的方向跑去 脸上更是一脸自信 只要到了那里一切都迎刃而解 他是资深的躲猫猫游戏专家 只因系统这次随机的身份是一名普通的电小二 所以他现在正被武力之暴表的美女追杀 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拼了命地往千山寺的方向跑去 只因他打听多日确定了寺里的方丈是一位隐藏的高手 不仅一阳只独不天下 更是练就了一身金刚不坏神功 方艺也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和方丈建立了联系 而此时方艺终于逃到了千山寺 口中更是高呼方丈救命 方丈也是漠然间便睁开了他紧闭的双眼 紧接着瞬间来到了方艺的身前 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紧接着双目便发出摄人的红光 口中沉声道 这位小施主与我佛有缘 请你放下屠刀 回头是案 美女看到这一幕却是暗到一身可恶 方艺看着眼前的情形不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更是对着女飞贼摆了一个骚气的姿势 殿小二的武力只虽然没法和飞贼相比 但我可以找一个影视高人啊 此时眼前的美女却并没有被劝退 反而嘴角开始轻轻上扬 紧接着便是树道暗器袭来 而我们的方丈却是任由所有的暗器尽数打在自己身上 而方艺看着缓缓倒地的方丈却是一脸猛逼 紧接着脸上浮现出惊恐的表情 说好的得到高松呢 怎么一下子就被干掉了 而美女文言却是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你听到的不会是一扬指 金钟罩之类的消息吧 听到这里的方艺顿时流了一身冷汗 难道说 女妃则也给出了她的答案 没错 放出消息的人就是我 不知不觉间方艺已经被美女逼进了大殿 眼看着就要送出一血 方艺放出了她的终极大招 我愿意花钱买自己一条小命准样 美女顿时发出不屑 这就耸了吗 紧接着手中的利刃便静止刺向了方艺 在任何游戏中花钱买命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而眼前的资深玩家方艺 显然已经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她不得不选择花钱买命 然而眼前的美女却似乎不给机会 眨眼间手中的利刃就要落下 就在方艺一脸绝望的时候 匕首却在她的眉心三寸处缓缓停下 果然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 美女笑着问道 已愿意用多少钱买自己的命 看到见钱眼开的美女 方艺顿时缓缓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便小心翼翼地爆出一个价格1000华币 然而还不等她反应 美女却是一口直接成交 方艺缓缓转过身开始操作了起来 不多是美女的账号便收到了1000华币 但是资产却是显示冻结状态 美女顿时气得大叫起来 你不厚道啊 竟然拿黑卡进行交易 方艺也是一脸硬气地回顿 必须黑卡呀 你等会出而反而怎么办 美女思量了片刻 黑卡交易一向不安全 而且三天内的转账是可以随时撤回的 美女立马抬起了手中的利刃 既然你怀疑我的人品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方艺顿时一脸惊慌的大叫 你竟然出而反而 说话间整个人却是飞快地移动到壁炉的后方 并悄悄拉住了事先准备好的机关 而美女此时也是惊觉不对 从刚刚开始她便一直在转移位置 紧接着便二话不说冲上情绪 一把甩出了手中的笔舌 而方艺也是瞅准时机立马拉动了手中的机关 只见一根硕大的弩箭默然从壁炉中飞出 紧接着弩箭便狠狠地击中了美女的胸口 而方艺也是尽力躲过急速飞来的笔舌 此时的美女艰难开口 你竟然还有后手吗 方艺笑着摸了摸额头的伤口 那是当然 不然我带你来千山寺干什么 紧接着方艺一脸坏笑地来到美女跟前 谢谢你的千里送人头 还有你的储物带我就收下了 紧接着系统赫然传来提示音 恭喜玩家东门最羁绊花舞之星 拿下双杀 此时的美女一把摔掉了手中的头盔 口中更是气得大叫起来 这个东门最竟然是一个老油条 还不等她反应 手机又忽然传来新消息 您的资产已被撤回 目前账户余额为零 美女此时已经快哭出来 这特么还有没有良心啊 仔细一看是真的撤回来 这一下直接气得美女砸了手中的手机 这口气怎么能念想 于是决定花高价买了一张身份追踪卡 一定要跟她死磕到底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狗到最后便能获得胜利 但你最怕遇到的往往也是这群众田流玩家 因为游戏的时长是不限的 他们能带你狗到世界末日 所以资深的玩家放逸选择主动出击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便拿下双杀 这无疑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炸弹 瞬间炸醒了那些妄想安心发育的人 而最先坐不住的赫然是方元镇的权力最高者周县令 因为他刚进入游戏就用自己的职位查出好几个可疑人物 现在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贼抢了先 他瞬间意识到不能再等了 紧接着便立即吩咐手下 找到让你盯住的那个铁匠 给我拿下 而此时不知情的铁匠正在美滋滋的体验生活 殊不知背后的一张黑手却是缓缓靠近 片刻后系统赫然传来提示 恭喜玩家金海击杀玩家铁布山 方毅看着系统传来的提示也是露出了笑容 你们终于动了呀 转眼间已经到了第四天 往日热闹的小镇现在已经封城 方毅缓缓分析着今天得到的消息 向民众公布的是三个人 而女飞贼是自己在城外击杀的 所以能够同时得到三人的消息 并且下令封城的人地位必定很高 而此时系统又传来提示 英万家金海击杀玩家饶你一命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金海就是方元阵权力最高的周县令 趁着城门被封 方毅却是缓缓来到了藏书阁 因为这个游戏中隐藏了大量的秘籍和道具 就看玩家是否能够合理利益 方毅也是很快便找到了一本方元剑法 配上此前从女飞贼身上收获的大宝剑 一声不吭地来到后山练起了剑法 因为游戏会给低阶身份的玩家 做出一些特殊补偿 就算是普通变小二也可以苦练剑法大杀四方 而就在方毅苦练剑法的时候 方元阵里却是另一番鸡飞狗套的景象 因为黑风寨的大当家坐不住了 他此时正一脸疯狂地寻找着剩下的玩家 紧接着便看到了坐在一旁瑟瑟发抖的美女 殊不知美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精心调制的毒药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躲到最后便能获得胜利 但是资深玩家方毅和小镇权力最高的县令纷纷出手 仅仅一天就找出并击杀了四名玩家 这下身为黑风寨的大当家再也按捺不住了 再隐藏下去只会一点奖励都拿不到 于是便带着一众喽喽主动出击 但是这个游戏的真实度实在太高了 没有找到就在这时手下向他指着坐在角落瑟瑟发抖的仙儿姑娘 看着这惊为天人的曼妙身姿 只一眼便让他瞬间上头 只感觉游戏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接着他便迈着大步向仙儿姑娘走去 殊不知仙儿姑娘已经为他定制好了大朗牌专用毒药 瑟瑟发抖的同时内心却是在疯狂呼唤 来啊再靠近一点点 就在此时一遍突生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接让二人一惊 心中同时大骂谁敢坏我好事 原来是官府的人忠于闻讯赶来 手中刀起刀落 短短片刻间便消灭了一众喽啰 而大当家此时已经慌了神 立马飞身逃命 却一步留神被不起眼的石头绊倒 紧接着便被赶来的捕快直接制服 片刻后眼前缓缓走来县令的身影 看着县令手中赠量的笔手 大当家忍不住惊呼 你是玩家 县令却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你知道的太晚了 蠢才 紧接着系统赫然传来公告 恭喜玩家金海击杀玩家万三刀 拿下三杀 正当周县令一连享受着平民欢呼的时候 殊不知仙儿姑娘看她的目光中 你是多了一丝玩味 原来你就是金海 接着便黄欢走上前去 小女子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正当周县令一获来人身份的时候 地旁的事业却是笑着介绍了起来 这是对仙楼的头牌仙儿姑娘 不仅多才多艺 听取赏无找她准备走 周县令看着她曼妙的身姿也是打算好好放松一下 过几日府里便有一场面会 到时候还请姑娘入府一许 仙儿姑娘更是笑着一口答应 多谢官老人厚爱 仙儿必定到场 娶你狗命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狗到最后便能获得胜利 但是就在方艺轻松拿下双杀后 小镇权力最大的县令却是直接汗跳狼人 短短一天便轻松拿下三杀 而化身女巫的最先楼头牌仙儿姑娘已经取得了县令的信任 更是算计好了几天后县令的八十大寿必定到场 娶她狗命 此时的方艺却在后山偷偷练剑 这一眨眼便是三天时间过去 此刻的她已经领悟了初级剑法 因为受到普通人的身份限制 在网上练也没有任何提升空间 就在此时封闭的城门终于开始对外开放 方艺经过一番伪装后就准备混入城中 但是守城的官兵可不是那么好顾闹 在名册上方看了半天也没查出方艺的身份 方艺又使出了她的杀手锏 随着两定银子的缓缓落下 官兵也是立马露出了笑脸选择放行 但是方艺却很快察觉出部队 凭借过人的听力他赫然发现身后有人在跟踪自己 看来这周老爷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紧接着方艺便立马闪身进了一旁的巷子中 身后的两个愣头轻一看部队也是立马跟了上来 方艺却是缓缓掏出了手中大宝剑 初级的剑法可不是这样的菜鸟的硬术 只一招便将二人轻松拿下 紧接着方艺轻车熟路地换上了来人的衣服 片刻后他来到了周老爷的府邸 但是府邸的大门口却是守备森严 方艺立马环顾四周 发现酒楼是个很好的观察 他赫然想起了酒楼老板突然变得滴酒不沾 有点古怪 不过他还是把心思放在了周老爷身上 不多时他便顺利地来到酒楼的二层 从这里往下看去周府的一切顿时一览无语 而这时他默然发现府邸外面竟然坐着一个乞丐 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痛 方艺接着向院中看去 这样密密麻麻的守卫便是一只蛤蟆都跳不进去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周老爷的对话 后天仙儿小姐会带大的 祝贺老爷的巴士大手 方艺顿时嘴角微微一笑 生日宴会是吧 有点意思 就在此时小二笑着走了过来 您要的酒吧好了 方艺却是直接给他塞了两瓶银子 我正好有点小事问你 接着指向正在树下糊糊大睡的乞丐 那个乞丐是什么时候来的 小二顿时一脸实诚的达到 前两天来的 但是他从不跟人乞讨 所以大家就都没有管他 方艺却是再次笑了起来 这哪里是乞丐 分明是个玩家 不过这会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解决周老爷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惊呼 酒楼的老板此时已经被女巫读倒 紧接着是系统传来的公告 恭喜玩家联心击杀玩家流逝的香 方艺看着眼前的消息却是一脸惋惜 看来之前的消息没错 却被有心人抢先了呀 方艺顿时缓缓分析了起来 副本现在仅剩四个玩家 刚刚的联心不可能是小乞丐 而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 所以这个人必定是个用毒高手 而且还可以控制毒发时间 而他却选择在这个时间选择出手 所以他必定是后天准备进入周府的最仙楼头牌 仙儿姑娘 方艺此时已经来到最仙楼的门口 正巧我也想进入周府 看来得找仙儿姑娘谈谈心了 而此时的仙儿姑娘已经为剩下的三个大狼们 都准备好了精心调制的毒药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狗到最后便能获得胜利 而此时场上的玩家仅剩下四个人 资深的玩家方艺经过简单的探查后 眨眼间便确定了几人的身份 而现在摆在众人眼前的最大敌人赫然是周县林 因为他是这个副本权力最高的存在 不仅扶敌守卫森严 此刻的城中已是遍布他的眼线和爪牙 剩下的玩家只要产生击杀便会瞬间暴露身份 所以方艺正准备找到最先楼的头牌仙儿姑娘 一起谈谈心 而我们的仙儿姑娘此时正在精心调制大狼牌专用毒药 脑中更是想好了接下来的剧情走势 就在他自信地将毒药放进包里的时候 却被屋外传来的一阵嘈杂声所惊动 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几个孩童在放鞭炮 紧接着便被天真的孩童所吸引 脑中不用想到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呢 就在此时他惊觉不对 今天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再细细一看这些孩子也明显不是附近的人家 再看向远处并没有传来鞭炮声 只有我楼下有 他瞬间意识到不对 紧接着便立马关上了窗户 但此时显然已经迟了 一柄长剑已经默然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方艺笑着打了一声招呼 哈喽 仙儿姑娘 诱惑着莲心小姐 仙儿姑娘闻言顿时流了一头冷汗 缓缓说道 这一手声冬鸡吸完的真是漂亮 但是为什么会盯上我 难道不是应该先瞄准周老龙吗 嘴上说着 他的手却偷偷摸向了自己的包包 却不知方艺的手速比他更快 随着一阵惊呼声响起 方艺的剑却是不小心划破了仙儿姑娘的脖子 方艺缓缓笑道 你最好听话 不然我手抖的会更厉害 片刻后方艺又接着说道 没想到你的心理素质这么好 竟然没有被吓到尖叫 而经过方艺的提醒仙儿顿时下的大声叫唤起来 接着他一把不向自己赖以生存的代理 却被方艺的宝剑劝退 此时他终于看清了来人的身影 你是那个店小二 他顿时满脸疑惑 你一个店小二怎么会用剑 方艺文言顿时呵呵一笑 你一个青楼鸣记也会用毒啊 仙儿姑娘顿时反应过来 面前的店小二绝对是个老玩家 方艺笑着扬了扬手中的大宝剑 一本正经的告诉仙儿姑娘 你玩错了方向 青楼鸣记的身份一般是游走在各种权势之间 利用NPC轻松解决对手 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仙儿姑娘却是一脸硬气 我是打不过你 毒药也被抢了 但是你杀了我 周县令定然会追查到你 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方艺听到这里也是非常淡定 周老爷自身并没有武力职 靠的是一众侍卫 谁杀谁这可不好说 接着方艺缓缓收起了手中的大宝剑 况且我也没有想过要杀你啊 就在仙儿姑娘疑惑的目光中 方艺缓缓说道 我找你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带我进周府 宰飞扬 这是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 狗到最后就能获得胜利 而作为小镇权力最大的周县令 却不知道 他已然成为了所有人的头号目标 此刻的方艺正一脸友好的邀请 最先楼的头牌仙儿姑娘一起宰飞扬 由于一时大意失去了防身的毒气 所以仙儿姑娘此时已经被方艺轻松拿捏 当他得知方艺的目标是要借机混入周府 仙儿姑娘缓缓撕了片刻 便勉强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手里还有别的毒剑 到时候来的一剑双雕 岂不是正好 接着他便笑着问起了方艺的计划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把长剑 你的作用只是带我进府 别的你帮不上忙 听到这里仙儿姑娘顿时来火 一把拍开了身前的长剑 没想到已经合伙了 这家伙竟然还缝着我 就在此时他瞬间想到一条妙计 可以羞辱一下方艺 紧接着笑着开口道 明天给周老爷表演的可全都是女孩 所以你得练练怎么穿女装 接着便呵呵笑了起来 听到这里的方艺却是流了一头冷汗 想用女装吓唬我 我正想的怎么离周老爷近一些呢 接着方艺摆弄起了他的妖娃身姿 满不在乎的说道 女装 没有问题 方艺又顺带着定下了要表演的节目 见舞 此时仙儿的心中又怒了 怎么感觉又被他拿捏了 真是个死变态 接着仙儿姑娘叫来了自己的贴身丫鬟 指着一旁的方艺说道 给他拿一套美艳动人的裙装 以后他就是我的女士了 听到这里的丫鬟不禁扑了起来 您不要我了吗 我才是您的侍女 此时的仙儿确实冷声说道 叫你拿就拿 哪来的那么多贵话 就在丫鬟含泪转身的同时 方艺的眼神却是逐渐亮起来 这是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 躲到最后就能获得胜利 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游戏里的NPC 只要利用好了同样可以协助击杀 这就是最不起眼的教授流玩法 此时方艺悄悄地跟着仙儿姑娘的丫鬟来到了住处 原来这个丫鬟有一个重病在床的妹妹 却苦于没钱之病 而现在小姐对她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差 听到这里的方艺嘴角缓缓笑了起来 一般的玩家会认为NPC只是个路人家 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玩家可以利用NPC协助击杀 只要利用好这个丫鬟 我就可以一举拿下周老爷和仙儿姑娘 紧接着方艺便推门走了进去 而方艺的出现顿时吓了眼前的丫鬟一跳 随即认出了她就是小姐的那个新欢 紧接着便愤怒地转身准备离去 但是方艺的一句话却愣是让她停住了脚步 我能救你妹妹了 看着丫鬟一脸犹豫的模样 方艺又一脸诚恳地重复了一遍 你妹妹的并不能再拖了 我愿意给你就妹妹的钱 紧接着方艺直接掏出了两定名字放在丫鬟手上 此时的丫鬟却是感动得哭了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接着方艺便对着丫鬟说起了她的计划 片刻后的方艺笑着向小姑娘挥了挥手 心中暗呼这下又多了一个后手 就在她回去的路上却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所吸引 原来是那个小乞丐竟然跳了出来 这是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你只要扮演好角色身份躲到最后就能获得胜利 而这个倒霉弹竟随即到一个乞丐身上 整天无所事事只能无奈地躺平 因为凭借乞丐的身份她什么都做不了 直到这一天她终于开窍了 想到了只要把所有乞丐聚集起来成立丐帮 那将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横扫所有玩家都不是梦 而她却不知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被方艺看在眼里 此时她正在高呼 我们不能再堕落下去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那就是可以和官府对抗的力量 方艺装模作样地听着小乞丐的激情演讲 而一旁的众人早已是昏昏欲睡 当小乞丐一脸激情地结束自己的演讲后却发现 台下的众人却是无动于衷 一旁看戏的方艺顿时笑着给出了点评 这真是一个纯小白 仅凭三言两语就想套住人PC 这时的小乞丐家族玛丽 指着台下一人说道 只要我当了帮主 你就是长老了 而被指着的大叔却是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方艺开始了她的骚操作 对这一旁的大叔问道 你说我们拥护她成立该帮 她会给我们管饭吗 眼前的大叔顿时就惊了 方艺又接着忽悠 前两天周老爷刚刚摆平了黑虎帮 万一我们再被周老爷当成匪帮怎么办 这一番说辞下来众人顿时纷纷点头 见火后差不多了 方艺再次放出了她的杀手锦 接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定银子 走 我有银子 请大家吃烤鸡去 众人一听有烤鸡吃顿时眼神一亮 就在小乞丐疑惑的目光中 场上默然便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顿时气得大叫起来 说好的NPC好忽悠 怎么跟攻略上讲的不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破游戏 方艺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也是潇洒的转身离去 看在你这么小白的份上 就让你再多蹦个两天 紧接着方艺来到一处武馆 准备起了她的下一个后水 嘴角发出冷笑 周县令可是拿过三杀的人 我可不能阴沟里翻船 这个男人最喜欢干的事 便是给自己留恩个后手 而他也确实凭借一个个不起眼的后手 完成了逆风翻盘 此时方艺已经算计起了 小镇权力最高的周县令 而明天就是她的八十大寿 方艺也友好的说服了 最仙楼的头牌仙儿姑娘 明天便带她混入府中 而现在她还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摇眼用的剑 此时方艺缓缓来到一家武器店 张口便向老板问道 有没有那种武剑用的大宝剑 在得到老板的肯定答复后 他张口便要了十把 店老板也立马跑进了作坊 笑着回道 稍等这就为你取剑 不多时店老板便准备好了 十把精美的宝剑 更是对着宝剑一通猛夸 而方艺却是拿起宝剑 双手微微用力掰了起来 紧接着在老板震惊的目光中 宝剑竟被直接掰断 看到这一幕的老板顿时急地哭了出来 兄弟 这些可都是钱啊 方艺此时安慰道 老板 我是很喜欢你的剑气 但这些剑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我要这些华美的剑 拥有真剑一般的锋利 方艺又沉着脸低声问道 剑中剑你听过没有 老板文言也是流了一头冷汗 这种剑我自然是知道的 就是把表演用的剑做成中空 里面再放上一把真剑 但是老板却表现出一脸犹豫的神情 做事可以做 但是 这貌似不太好吧 方艺此时又放出了他的杀手锏 从怀中缓缓掏出了两钉银子 这一幕顿时把老板看得两眼放光 紧接着便一口答应下来 但是方艺又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只给你一个时辰 能做好吗 店老板顿时傲娇了起来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至少也要三天时间吧 此时的方艺确实皱起了眉头 因为不知不觉间身上的银子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随即他心意很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银子 这下可以了吗 店老板顿时被这一幕惊喜地跳了起来 客观放心 一小时内保证做好 方艺却是安慰起自己 明天这个游戏就该结束了 花光了正好 随即方艺缓缓走向了远处 因为他还要准备一个最后的大招 这个男人的身份是小镇权力最大的县令 仅仅一天就利用职位查出 并击杀了暴露身份的三名玩家 正当他一脸得意地准备放松放松的时候 殊不知他已经被剩下的玩家算计了 就在刚刚方艺带着密质的大宝剑回到了最先楼 而仙儿姑娘也被这精美的宝剑所吸引 有给我准备一把吗 方艺这个直男却是呵呵一笑 你就算了 有那个必要吗 仙儿姑娘听到这话顿时又怒了起来 如果可以 真想一箭刺死他 而方艺却是缓缓将手伸进了怀中 来 我给你看个大宝贝 仙儿姑娘听到这话顿时慌张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 紧接着方艺却是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精美的盒子 仙儿姑娘看到这个也是疑惑了起来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而方艺却是一脸自信地回答他 这是空的 接着又缓缓笑道 等表演结束后 你就说是送给周老爷的宝物 并且要指定是我送过去 仙儿姑娘听到方艺的安排也是不屑道 行吧 我就说里面是一颗千年人参 而她的一番话却迎来了方艺鄙视的目光 而仙儿姑娘看到她那眼神也是非常不满 你干嘛那样抗我 此时方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动动脑子把大小姐 价值太高 不用打开就暴露了 因为每个副本都有特定的消费水平 而一个小镇哪里来的千年人参 方艺摸了摸下巴说道 就打个对折吧 五百年人参 而仙儿姑娘也是憋屈地低下了头 行吧 但是她还是不甘心问道 周老爷又不傻 你的空盒子一打开就漏现了 到时候送死可别拉着我 听到这里方艺却是笑着卖了一个关子 只要她敢打开 她就死了 跟里面装不装东西没有关系 而仙儿姑娘看着方艺流露出的笑容 也是暗暗提醒自己千万要小心 此刻的方艺已经万事皆备 而激动人心的宴会也随即开始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躲猫猫游戏 场上目前仅剩下四名高手 而今天便是权力最大的周县林八十大寿 她此时却错误地判断了场上的形势 因为更具两名魔仆和林补陀都是被一剑封喉 她断定东门最是一名剑术高手 而店小二擅长送吃送喝便是堵死了酒楼老板的连心 最后剩下的一人身份不明 只怕是偷偷包在某个角落里 找到她只是时间问题 今日我故意大半宴戏装作沉迷深色的样子 应该能吸引到东门最前来 只是这家伙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呢 而此时的方艺正和仙儿姑娘缓缓走入场中 一旁的师爷更是笑着亲自出面迎接 今天人多眼砸啊 大人要求每个人都要经过认真检查才能进入 仙儿姑娘听到这话顿时展露出动人的身姿 难道周老爷是信不过仙儿吗 而师爷顿时被眼前的一怒迷的神魂颠倒 紧接着便准备叫领队直接放行 而就在他转身离去时却注意到了一旁身材高草的方艺 仙儿姑娘顿时慌忙掩饰 这是自己的远房表妹 师爷听了却是一脸欢笑的跑开了 想必这也是一位美人吧 而此时方艺却是郑重的对仙儿姑娘说道 你大意了 不应该说那么多话 但是话因为落边看见一位捕快的目光死死的盯着他们 二人迎着捕快的目光也是流了一头冷汗 仙儿姑娘顿时静意不定道 难不成我们还没进组就暴露 有个独一女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就在刚刚方艺和仙儿姑娘正手挽着手一起算计小镇权力最大的周老爷 二人原本的计划是先表演一段精彩的剑舞 如果有机会便直接行刺 而宝剑早已换成了方艺精心定制的剑中剑 如果没有机会便使用第二招 献上一份500年的人参 虽然盒子里面是空的 但只要周老爷敢打开 它就凉了 然而众人刚刚走进会场 仙儿姑娘便凭借着周老爷的赐酒给方艺好好上了一课 她此时手中端着酒杯缓缓说道 大郎该喝药了 而此时的方艺却是一脸凝重 喝了就会中了她的毒 而不喝则会瞬间暴露身份 不过方艺很快便释然了 因为仙儿姑娘唯一能杀人的毒药在自己手里 考虑到董会还要表演剑舞 所以这种毒药的毒性并不会太深 于是方艺淡定地接过了酒杯 并打算趁机偷偷倒掉 然而酒杯刚一入手便赫然传来系统提示 你已中毒 此时的方艺更是一脸震惊 万万没想到这个恶毒的女人竟把毒药涂在茶杯上 仙儿姑娘却是笑着对她说道 放心 我有解药 要不要把我的毒药换回来 而方艺却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我不需要 此时仙儿听了不由咬牙切齿 让你嘴令 看你到时候毒发求不求我 方艺看着眼前的酒杯缓缓思量 虽然不知道毒药毒性和毒发时间 但这个女人为了坐收鱼翁之力 应该离毒发还有好一会 只要我手速足够快 就能解决所有人 紧接着仙儿姑娘便谢过了周老爷的刺酒 片刻后随着场上的奏乐声响起 众人纷纷围着仙儿姑娘表演起了见舞 而仙儿曼妙的身姿也是赢得台下众人的欢呼 此时的周老爷也是看得如痴如醉 却浑然不觉危险将来 突然众人手中的剑针的一声 齐刷刷地指向了周老爷 周老爷身后的保镖却似有所觉 不知不觉间握紧了手中的大刀 方艺看着保镖的身影却泛起了笑容 你就是周老爷的最强屏障吗 应听是肯定听不过的 虽然毒素已经缓缓蔓延到了手心 方艺却还是选择稳重 不多事件舞终于结束了 周老爷也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大神 仙儿姑娘顿时笑着谢过了周老爷的赏赐 并表示仙儿也为大人准备了一份厚礼 就在周老爷一脸不屑的目光中 仙儿姑娘笑着说出她准备的礼物 是一份五百年的人生 听到这里的周老爷再也淡定不下来 在系统搜索后得知此物不仅能延年益寿 提升功力 还能获得二点积分 便迫不及待地请人呈上来 方艺立马端着手中的空和缓缓走了上去 不多事她便来到了周老爷的身前 而周老爷却对方艺的身高产生了疑惑 仙儿姑娘不由笑道 我的表妹一直在乡下干农活 所以身子骨壮了些 方艺听着她的胡言乱语 也不由郁闷地低下了头 不过她此时却是一脸笑意 我此时中了毒 所以她才会放心帮我 紧接着周老爷便打消了一律伸手 抓向了宝货 而此时的保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方艺 而方艺看向保镖的身影 却是多了一丝顽问 保镖大哥 你可得好好看住你的周老 就在周老爷接过宝货的一刹满 三人却是同时笑了起来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